如果英国政府在通讯服务装置评估结束后,决定采用华为5G装置,那么,这一结论对于其他欧洲国家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被美国在全球围追赌结束月后,华为终于迎来转机。 日前,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在一份还未公布的报告中,得出结论称,在5G网络中,使用华为装置的风险是可控的。 该调查结果很有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对华为的监管态度。 也意味着,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英国很有可能将采用华为的5G装置。 华为能否重回世界舞台? 可能要看英国的态度。 据悉,本次金融时报报道中提及的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是英国情报部门的一部分。 该机构向来在英国政府审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中就包括审查运营商,计划在该国5G网络中使用的技术安全性。 在针对华为5G网络装置的集合中,该结构得出的结论,是使用华为5G装置风险是可控的。 虽然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拒绝针对金融时报报道的内容发表评论。 但同时与其相关的另一份宣告被曝光。 该宣告中表示,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对华为工程和网络安全有独特的监督和理解。 目前,英国政府发起的通讯服务装置评估还在进行中,将于2019年春季完成。 评估结束后其可能会发表,关于华为影响网络安全风险的措施建议。 比如限制部分核心5G网络的投资和采购、供应商多元化等。 在过去的数个月以来,美国主导的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的抵制华为参与全球5G行动网络建设的活动, 对华为5G装置走向海外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基于以上种种,华为在与英国通讯服务合作过程中,也一向非常配合英国监管。 据了解,华为与英国政府,共同成立了网络安全评估中心。 只要拥有DV认证的英国居民,都能够看到产品的原始码。 这样既可以证明,华为没有在产品设定系统后门,也可以评估华为产品带来的风险。 为了确保网络安全评估中心执行,华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重构, 过去30年所累积的产品原始码,以此提升安全等级。 或许,正是基于华为这样事无巨细的配合。 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一直为跟进美国政府的策略,去抵制华为。 而这次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调查报告,也再次证明了美国对华为的指责不实。 前不久,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负责人Alex Lange对外透露, 英国可能对华为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 他表示,这是一个太过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禁止华为, 并且各国有主权解决这些问题。 据媒体援引某位知情人士的发言可知, 英国是五眼联盟成员之一。 五眼联盟指的是,一个讲英语国家的情报联盟。 在英美协定下,组成的国际情报飞向团体。 成员包括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和美国五国。 根据Alex Lange和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调查报告结论可知, 或许五眼联盟内部,在针对是否需要禁止采用华为5G装置这一问题上, 已经出现了分歧。 如果英国政府在通讯服务装置评估结束后, 决定采用华为5G装置, 那么, 这一结论将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简单来说, 如果英国认为有信心控制使用华为5G装置, 对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 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可以向公众保证, 会以谨慎方式允许该国的通讯服务商, 采用来自华为的5G装置, 只需要采用英国提出的建议和防范措施而已。 如此一来, 由美国主导施压的抵制华为参与全球5G行动网络建设的活动, 或许将会逐步瓦解。 而华为则会重回到世界的舞台。 任正非, 美国不会摧毁华为。 在金融时报这份报道发出后, 华为发言人也在周一表示, 华为主张就安全问题进行公开对话, 并在一份宣告中表示, 网络安全是一个需要在整个行业中解决的问题。 我们始终致力于与客户合作, 帮助他们提供世界领先的技术。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如何评价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调查结论时,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国政府一向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政府为中国企业在当地运营提供公开、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多做有利于双方互信及合作的事。 同时, 他也指出, 在全球化时代, 中国将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坚持开放合作。 我们也期待英国保持其开放本色, 从自身利益出发, 做出明智选择。 同中方一道给中英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2月19日,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了英国最知名的媒体机构BBC的独家采访。 采访中, 针对美国施压别国渲染, 华为有极大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任正非表示, 即便美国施压, 也无法摧毁华为, 只会让华为提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他说, 西方不量还有东方量, 北方不量还有南方量。 美国不能代表世界, 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 在BBC记者问出, 你能保证, 华为不会撤出英国? 不会把就业机会带出英国? 10. 任正非直言, 华为不会撤出投资, 并且还会在英国继续投资。 如果美国不信任华为, 那么, 华为将会把更大规模的投资, 从美国转到英国。 最后, 关于美国指控华为从事间谍活动, 任正非也予以否认。 他表示,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不会安装任何后门城市。 我们也不会安装。 我们不会冒这种风险, 让国家和全世界的客户厌恶我们。 我们公司绝不从事任何间谍活动。 如果我们这么做了, 我就关闭这家公司。 更多优质内容。 请持续关注新兴国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